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芒果利币安装与Python的对芒果利币的基本操作 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Circle和Long Secure Long Circle Circle就是关系型数据库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有名的文档一大多一 所以说刚才那些什么Circle语句的搜索我也没有再给李森录的讲了 这个在网上一搜 全部都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Circle Server Oracle My Secure PCQ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用开源的My Secure和PCQ其实就很好了 那么他们其实都有通用性 都有通用性 都是Circle语句 那么格式几乎是一样的 OK 他的问题刚才说过 他的好处就是大型数据库 搜索数据数率是很快 很成熟的技术 Long Secure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当然非关系型数据库其实也分很多种 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我主要研究的 应该就是MongoDB MongoDB叫做文档型数据库 其实什么叫文档型数据库 就直接像这种字典 其实叫文档直接 往里边去写 文档型数据库 就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但是其实还有好多个 你们感觉也可以研究一下其他的 MongoDB是文档型数据库 当然也是非关系型数据库 只要不用secure的 那么都叫做非关系型数据库 好 关系型数据库的特点就是说 你看就是一定要有这些 一定要设计好固定 固定结构的表 就是一定要设计好这些东西 它是有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制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键 那肯定是不能往里面写的 你只能往已有的键里面去写相应的数据 那么没有的键那就必须先把它创建好 然后才能够往里面去写 这它的一个问题 OK 它功能强 性能好 这是大型数据库 当然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是比较固化的 但是这种非关系型数据库 这种long secure 数据库 它的优势就在于 你可以看一下 这很明显 这个skill和cost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边是有它 这边就有 有另外一个 它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就是 它字典应该比较熟悉 或者说Jason 大家会比较熟悉 那就直接把它这种Jason的数据 或者字典的数据 直接往里面去写就完了 它没有任何的 就是非结构化的数据 它是动态的 OK 这就是没有减少了数据的拼接 然后减少了这个转换的过程 其实想想你这个还是需要一个做一个转换的 我们这不用转换 直接搞定了 OK 但是这种数据库 一般来说大型数据库的话 用它的性能就会比较比较差一些 除非你设计的比较好一些 你要做一些很好的索引可能还会好一些 但正常情况它的效率很明显的 没有sircle数据库的效率高 OK 那么随着超大型或者经常变化的数据库 优先选择 主要是经常变化的 主要是经常变化的数据库 那么你就应该用这种 nonsecure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印象当中比较 比较主要的 为什么我最近一直要学这个东西 有几个东西我实在是用普通sircle数据库是搞不定的 有一个就是那个接口 接口数据 我来给你简单解释一下我的痛点啊 这个这几个痛点是很很让我难受的 我们的这个snmp上周咱们讲过 我们看看那个getabuck 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呢看看 我们能够得到接口名字 能够得到这些的接口速率 能够得到入方向的直结束 能够得到出方向的相应的直结束 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在于 你要知道每一个设备你的代码肯定是需要广泛的兼容 你需要兼容各种设备 支持各种接口名 支持各种接口数量 一个的也行两个的也行一百个的也行 是吧 那这是这种是动态的 那么这就很难去你想想你怎么去设计键呢 对吧 那比如说如果说你的接口就特别固定是三个 那我我觉得啊我估计肯定会去设计这个这种键 比如说我就说啊这个 他的键是 是速率是多少 然后他的这个入方向直接速度多少 他的出方向直接速度多少 可能我就会去设计这种键 但是 但是这个就管这种 Circle数据库就感觉就没法搞 因为这个这个都不一样 我给解释一下像我 上一轮我做的这个 最后这个实战课 那我是怎么解决的 当时我还没有用那个那个MangoDB 估计本轮我会把它改成这个MangoDB 其实本轮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改 当初我怎么去搞这个事啊 当初呢我就把这个把这个G1 然后他的速率和他的入字节 初字节给他压到一个列表里面 压到一个列表里面 然后呢把它给写成一个Jason的数据 把Jason的数据以字符串的形式 往这个Circle数据库里面去写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大概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做一个键 叫做比如说关键数据 我做一个键叫做ifinfo 然后呢里面呢很有可能我就会去 去去写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呢可能有字典 然后呢就可能会 比如说我就会这么玩 lan设计 然后speed speed speed 也有引号 speed等于多少 然后呢 in 这个字节等于多少 好 然后呢out字节 又等于多少 ok 然后呢 再来一个啊就另外一个接口 又是一个字典 可能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我把这个玩呢当一个Jason的数据 Jason的数据 然后通过Jason转成字符串 然后呢把这个字符串 以字符串的形式 字符串的形式 写到这个键里面去 把它做成 Jason数据 然后呢Jason转成字符串 以字符串的形式 往这个键里面去写 这就挺麻烦 挺麻烦的啊 这当然可以这是变变化 因为我这是个列表吗 你多少个接口都可以 但是你每次处理它就不要费劲了 你就很难过滤了 就说如果说这个接口很多很多 那也没办法 我也必须得把这个整个全部拿出来 然后呢把它字符串转成Jason 然后呢再提取出来我想要的这些数据 然后呢再分析 这种Jason转进去 Jason全部一把转进去 一把再读出来 然后再过滤 这个就很不方便 那么所以说呢用了mangodb的话 mangodb既然都没有限制 就是说既然没有限制有些什么键 那也就是说我什么键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我就会直接会变成什么一个结果呢 昨天好像我我发过这个 因为那个图片好像我本地还没有保存 一会我做的时候 我给大家展示这个效果的 你看我大概就能做出这么一个效果 就是我又把G1 calc in的字节数做一键 然后它的值 out字节数做一键 值速率做一键 就是你由于键没有没有限制 所以我又直接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这种键 我直接往里面写 我多接口继续往里面多写 新的键就行 反而对这个东西也没有限制 ok 它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键存在 因为键没有限制 所以说我随便创建那些键 然后我可以直接基于这个键 直接进行过滤和计算 ok 这就应该就是它的一些优势 因为键没有限制 我就随便可以往里面去甩 各种各样的我想要的键 多一些键也没问题 少一些键也没问题 反正它也没有限制 ok 应该说这就是它的好处 选择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说你特别固定 然后性能要求也比较高 这个时候 Circle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Circle的文档也比较多 Circle语句也比较好收 如果说你特别不固定 你快速的增长 键都不太确定的话 而且做一些这种比较复杂的数据分析 像那种抓包 那种特别乱的那种东西 我觉得Long Secure 应该还是比较实用的 ok 我个人慢慢觉得其实 就是我们玩的这些东西 这些接口监控 CPU利用率监控 配置这些 我觉得Long Secure 基本上都可以实用的 而且我们的数据也不会特别大 对吧 就是我们一个网管系统 有多大个数据 对吧 好 反正他肯定就没有这么数据 刚才这也是比较凡人的数据 拼接的一个实力 反复给你展示 Circle的数据拼接 在一些复杂环境下 确实让你老了疼 ok 好说完这个之后 下面我们还是来进入 MangoDB的安装 然后一些操作的介绍 首先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安装其实我已经做到 我会飞一下快道 嗯 其实官方也搜一下啊 应该有一个安装文 文档 首先呢你要创建这个文件 然后告诉他你的MangoDB的下载的 相应的一些路径 啊这个应该是可以直接在他的官方 网站上得到的 我把这个贴给你们 他讲的很清楚啊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图 我现在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地方的 他都要创建这么一个文件 啊那文件里面写的相应的就是说 MangoDB这个新的这个4.0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镜像的路径 ok 好你把这个文件给做好 但是我这个是做好的啊 就是创业的文件里面写这个内容 直接是从通过这个链接你就贴 创业的文件然后复制粘贴贴进去 然后紧接着呢你就可以 Yang install MangoDB 把它安装好啊 这个依然是比较 贴时间的啊这个呢我现在这个镜像呢 我现在这个快照呢就这个文件 已经创建了 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创建了 我已经安装完了的 这个安装也是费时间 但是如果网络快的话也没有多少时间 我这个反正始终觉得我这个自己很慢 看一下啊我这个文件应该是有的 这就是复制粘贴进来的ok 然后呢就开始装 MangoDB 这个安装也不复杂 只要有能够Yang install的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我这个是装完了的 ok 我这个是把它装完了的 就这个操作 到这儿其实我都已经做完了的 这个操作也要费时间 好下面呢也是这个文档里面去 去应该是这个文档我给贴一下 他会告诉你默认的这个数据库的位置 默认的这些数据库的位置里面可以看看这个 他会告诉你默认的这些数据库的位置 和这个日制的位置 还有配置文件的位置 ok 当然你可以去适当的去改 这不只是给你展示一下默认的位置 下面我们需要 改一下绑定地址 就跟刚才的PSCQ这个绑定地址要改 这个绑定地址也要改 否则的话只能自己本地连接 还要装吗 我记得是我装 我看看这个应该装过了 我可能试一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装过了 我我我再看看我的这个 是不是有这个文件 我应该是装过了的 你看这些是有的 好这个要稍微改一下 改成0.0.0.0 这样的话所有的地址都能够被连接 这是一个好 然后紧接着呢 在随便啊 首先是创建这个文件贴入这些内容 然后安装 这些都不重要 要改一下这个绑定地址 刚才也改了 然后紧接着改完之后呢 那里就需要 老规矩啊 重启服务 你需要重 重启服务 然后激活服务 和查看状态 好这个也没有问题了 下面呢还是做一些创建系统管理员 直接应该是蒙 狗蒙狗 OK 你基本上就进来了 下面呢 你就可以创 使用 系统管理员 然后呢 你可以去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系统管理员 看一下他用他是用的这种 创建系统管理员 用户名秘密码 然后角色 用户名秘密码 然后角色 先错了 哎这东西太难拼了 直接贴 应该是直接贴就好了啊 Rules Rules OK搞定 相当于你创建了一个管理员 把这面是S0123 OK是root 好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通过他来登录 通过他来登录 你就可以修DBS 看看相应的数据库 好 这就是 使用默认管理员 然后呢 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管理员 给相应的这个角色 然后呢 通过这个你自己创的管理员登录 然后查看数据库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 就来做一些基本测试 依然到这个交互界面继续做 他这个有时候 比较帅的地方在于呢 就是他创建表 和创建数据库感觉都挺随意的 比如说这样 就创建一个数据库了 Use QY糖 我们看一下 修DBS 应该有点提交 才行 你看这就算相当于 这就相当于就 切到这个数据库QY糖里面去了 OK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你就可以去 在这个QY糖里面去创建一个用户 这跟刚才一样就是创建数据库 然后创建一个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 这个基本上我们都一直这个套路啊 不要用那个系统管理员 你应该创建数据库 然后创建一个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 这应该是创建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 我把它 我把它贴出来啊 这好贴一些 创建一个QY糖的面密码 然后这是相应的这个角色 你看他是这个数据库的拥有者 然后是哪个数据库呢 QY糖这个数据库 你刚才创建了这个数据库 现在创建这个数据库的用户 然后用户名密码 这个数据库的拥有者 然后呢是这个数据库的拥有者 这是习惯啊 基本上我们都要这么做 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刚才创建的 QY糖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登录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Tables 现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没有表 好紧接着呢你就可以创建一个表 创建一个表 这就是你要创建那个表的名字 然后呢就直接往里边去插 随便一个字典就可以啊 就是你给一个字典数据就没问题 再看一面啊 创建了这个QY糖这个数据库的管理员 QY糖这个数据库 的数据库管理员 是这个创建用户 创建成功 然后呢通过这个管理员登录 然后呢发现这个数据库里面没有表 然后呢往里面去放入一个新的表 往里面去插数据 只要是一个字典就没问题 那这就是明显是一个字典 我就肯定没问题 OK那这个时候呢 show tables 你会发现就有这个表 然后呢在查看这个表里面的所有内容 就相当于select select seq 文档型数据库 Lance QY看一下直接 它的好处就在于你不用提前去设计键 你不需要设计吧 直接往里面写了 而且不需要把字典转换到sircle语句 然后再把sircle语句再转换成字典 没有必要 直接把字典就往里面去写了 OK创建表呢我感觉挺随意的 这样就创这样的话就创建了一个表 然后这样的话就把里面写了数据 OK好这就是这个安装与数字化 然后呢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下面要介绍这个python的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python的相应的模块 叫pymongo 你这么安装就可以了 我这也肯定是装完了的 pymongo 看一下这个肯定是有的 好这个模块装完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来做一个测试 也是交互界面啊 我们总是要先测一下交互界面的 我直接用这个pycham的交互界面 我还得贴出来 首先先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这个模块 导入这个模块 然后呢去连接 连接mongo的连接 OK好这算是一个协议 然后呢这就是刚才里的数据库的 管理员用户和密码 然后数据库在这个位置 端口号27017是默认端口号 然后呢你要使用这个数据库 连接这个数据库 OK 好紧接着呢你就提取这个数据库 然后对这个数据库进行操作 相当于这个db呢就是qy堂这个db了 好刚才呢你不是已经往里边去写了数据吗 写了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搜索一下 看看有没有这个数据 直接你看一下通过db 然后这个表 然后找到里面的所有东西 然后返回相应的对象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print一下对象 OK刚才插入内容其实就已经搞定了 好这是交互界面的简单测试啊 好安装和交互界面的简单测试我们也做了 下面呢就是测一下Python代码 好主要是哪个代码 主要我现在这个这个目录其实已经传到我的 马云的那个项目里面去了 你们可以直接在这个homework 这个目里面找到 应该叫做mongotest 好这个代码稍微测试的会比较全一些 我们一个一个看 这个后面应该都是 我先执行把全部删掉啊 开始不是有东西吗 现在我们都给了删掉 现在把它先执行一下代码 这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表里面的数据全部删掉啊 先把这个操作操作完 然后先不要删了 这是一个把所有的数据删掉 把这个表里面所有数据删掉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来做一个一个的测试 当然现在没有数据库了 刚才我们测过了啊 就是能够找到这个表里面的所有数据 OK当然刚才我们已经测过了 当然刚才已经把数据删掉了 所以执行这个操作呢 应该没有什么结果了 已经删掉了啊 再看一下 你通过这个连 连这个数据库 然后呢提取这个数据库 然后紧接着在这个数据库里面 找这个表里面的所有信息 然后打印里面的所有信息 好这个算比较简单的啊 我们先把它看掉 下面的任务呢就是我们先插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插数据 这是一个字典 什么字典都没问题啊 当然我还是把它当一个 类似于像circle一样的 你看就是这是一个键 这是一个子吗 这个键之前我们来点简单的啊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字典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为这个数据库 创建的如果没有的没有这个表的话 就会创建这个表 然后呢去插入单条插入吗 就插入这么一个条目 就插入这么一个字典 插完之后呢我们对这个数据库呢 来查看 来看看我插入的东西是不是存在 ok insert one 那么插入一个字典 这些代码在我的马云上有 你们可以下来自己来测试一下 ok这是插入一个条目 表示没问题啊 前面是系统帮你产生的唯一ID 后面这些信息插入是明显的没有问题的 好插入一个条目没问题 下面我们继续 下面呢我们准备插入这是单条数据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测一下写入时间数据 还是插入单条啊 刚才是插入一个比较简单的单条 下面呢我们在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总是 时间总是一个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继续插一个单条进去 那么这是一个支付串 下面呢就是我们的时间信息 直接啊 data now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字典给写进去 写进去 ok 然后紧接着呢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的过滤啊 过滤当然后面还会再讲 现在看看那个过滤条件什么呢 我们先不做过滤吧 我们先不做过滤 我们先还是刚才那种比较老的 全部查看 先看一下效果 先插进去 现在应该有两条了 有两条了 这是上开始我插的一条 然后呢 这是刚才插的一条 有两条 你可以看一下两条完全没有任何相同点 ok 你都可以往里面去写 这就是它的好处 你完全不用去转换 然后完全不用考虑什么键 然后你有啥数据就往里面去甩 你看这两个之间其实完全没有相同点的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过滤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想去看到有某一种键 看一下啊 先简单看一下这个过滤的方法 这是一个过滤的方法 就是我要确认这个 config这个键是存在是真的 就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只给这个条件的话 如果说你只给这个条件的话 那上面这个肯定不会出现 因为上面这个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键 你可以看一下 他可以判断这个键是存在的 我才要 ok 好 下面呢就是 排序 基于时间做 负一就是倒序 请注意 负一就是倒序 那么一就应该是正序 有意思啊 就是 倒序 看一下效果 再来一遍 每做一次操作呢 都会往里面去夹东西 看一下这是倒序 最近的是18分 13分 40分 17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就是个正序 你看17 10 13 18 25分 OK 这就是正序 正序倒序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的 我说过啊再说一遍 几乎所有的过滤 尽量要在数据库级别搞定 然后读出来东西拍上直接 去呈现也就可以了 ok不要在拍上里面做过滤 一定要用这种数据库的过滤技术 来对时间进行过滤 首先我们了解啊 这个过滤叫这个键存不存在 然后呢 这是倒序 时间的倒序 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的 时间倒序 比如说我想要了解 我想要了解 最近一次的记录 那你是不是应该用倒序 然后得到最后一个那个元素呢 谁意思吧 ok 好 那这个键存不存在 倒序 正序 没问题啊 下面继续看 好下面呢 我们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下 基于时间范围进行过滤 就是我要一个什么时间范围的数据 当然了这个时间现在是31号了 因为代码当时我是拿我在29号写的 31号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 现在是11点 11点 23分 到24分 48秒 ok 那也就是说 这些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25分以后的应该就看不到了 你看23分24分 这就没问题 ok 这是首先这个键是存在的 然后呢 时间 大于start 小于end ok 但是大于等于大于等于这应该是小于 这样的话依然可以基于一个时间范围来过滤 这样的话依然可以基于一个时间范围来过滤 这个也是 经常你会用到的 这是基于时间的过滤 好时间没问题啊 首先 什么键的存在 倒序正序还有基于一个时间范围过滤 我都给你笔画实际的代码了 然后再看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是在我最近做那个 我最近不是你们经常交作业吗 对吧 那么交作业呢 我喜欢怎么玩呢 虽然说其实不是特别推荐那么玩 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么玩 就是直接把你们交的这些文件 直接以二进制的方式 直接写到数据库里面去 直接写到数据库里面去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种拿 这种比如说你的你的作业这种文件 怎么存 其实有两种思路 其实有两种思路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基本上 其实思路还有很多 反正我了解的应该是两种思路 一种呢就是 其实这是推荐一些的 就是你搞一个目录 然后呢 可能客户传上来的文件呢 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 但你千万不要用他的名字 你把他的名字呢 改成一个随机数 最好是一个哈希值 我建议用哈希值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 Word Doc Doc文件 OK 首先不管客户输什么名字 你完全不能跟他有关系 就说你把他的名字 改掉不要他的名字 你产生一个 就最好用哈希 产生一个特别随机的数 啊 这种点Doc文件 然后存到你一个特定的目录下面 然后呢你在数据库里面 就记录啊 这个是谁谁谁传的 传的什么文件 然后呢把这个 把这个文件名和路径 记录下来 寄到数据库里面去 就是说你记录是一个 你的在这些客户输什么文件 绝对不能要他的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完全可能重变啊 你就要搞一个特别随机的随机数 作为的文件名 把它存到一个目录里面去 然后呢你在数据库里面呢 记录这个你的这个客户存 那个文件的这个文件名和相应的路径 这是一种思路 当然呢我觉得这个挺烦人 我还要搞一个随机数产生呢 我还要去搞一个文件系统 我要让他去存 然后我要记 个人觉得呢 我反而挺烦的 但这这请注意这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数据库会比较小 我个人觉得呢 我们的作业不会特别多 有些人说那你这个几年的作业下来不是很多吗 不会不会的啊 我会三个月把你们的作业 只把你们的分留下 就是请注意你们的分什么时候查到 包括安全的这些 你们的分是随时可以查 但是呢三个月之后 你们的原始的作业文件和我批减的作业文件 全部会被删掉 因为我没有必要去留这个东西 但是分我会留下 分会留下 原始的文件 三个月之后通通会被干掉 所以说呢作为前一堂 我觉得三个月就我这几个项目 强化班安全无限 也不会交太多作业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忍 数据库不会特别大 所以说呢我也想省事 但是因为理想要喘成随机数搞一个目录存 这也挺烦人的 我觉得啊 所以说呢 我现在呢就说 直接 直接以二进制的方式往里面去写 你看直接可以open 这其实就是二进制数 直接就是二进制数据了 ok 然后用这种方式 把它直接二进制啊 直接可以往数据库里面去写 这就是一个文件名 这个就是直幅串啊 这就是一个箭子 这就是二进制啊 通过这种转啊 曼谷地币就能支持啊 直接给它转成二进制 直接往里面去写 把它给插进去 当然要注意 这个如果说你的你的数据特别多的话 建议你真的不要这么玩 只有你特别确定你的数据比较少 而且也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三个月 我估计 几个季吧 我估计 因为word的文件不会特别大 几个季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 不会几十个季吧 最多也不会特别大了 太大又千万不要这么玩 这很危险的 ok 那这样的话直接写进去 然后呢我就能够直接去读出来这个文件 看一下这个直接可以二进制往里面去写 你看这就是二进制文件 就直接 但是这个二进制文件 这是往往公司的logo 写进去 这个反正我爱用 这样的话 下次你们要下载 其实你们下载你们的作业 其实就是我直接从数据库里面 把你们的二进制读出来 然后可以转成 转成这种文件的格式 然后扔给你的 在我的这个硬盘里面什么文件都没有 就是 就是在我的硬盘里面是没有什么东西 都有数据库文件 全都全都放到数据库里面 这个你要注意谨慎使用 谨慎使用 千万你的数据不要太多 太多可能你的数据库就要炸了 这是一个好 了解一下就是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两个东西 写时间这个必须的 写二进制文件 这我也喜欢这么玩 好还有一个呢 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情况 就说你有很多的数据 要一把写进去 这也没毛病 解释一下啊 你就不要这么一个一个写了 这就不要low了 你就不要一个一个写 这就不要low了 看一下你首先有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有很多的字典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希望把这些很多的字典 一把写进去 你就不要insert one 用insert many 这个时候直接 把这个列表 列表里面有很多字典 这一把就给他写进去了 好你看这其实已经写了这么多东西进去了啊 而且都是千奇百怪的 你看这又是相当于是一些老师的数据 完全不一样的 名字啊 部门啊 年龄的地点啊 这些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说呢这个insert many 能够让你写出很多数据 一把写进去啊 这个也了解一下 好这搞定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开始做搜索 写基本上就就这些 单条多条时间二进制 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这都写进去了 下面做过滤过滤其实开始也讲过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看 嗯 刚才我们讲过时间的过滤 讲过 时间的倒序 对吧 然后呢讲过这个件是否存在 这些的过滤过滤一定要好好练 因为我说过数据一定要在一定在数据户里面过滤完了 然后拍上就基本上不要做过滤了 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我要找到一个找到一个 就是如果有多个我也要第一个一个 然后呢名字是Colins Cdk 这是我的英文名 好然后呢要找到这个年龄大于多少的 这是这是一个整数整数大于多少的 OK你看虽然说其他乱七八糟的 但是呢他只是把满足这些要求的东西给你找出来 这是我的名字啊 这是然后紧接着这是大于三四岁的 请追理由于是找的找到一个 所以说只可以返回一个 虽然说有其多 其实很多老师都会大于三四四岁 但是呢找到一个只给你第一个 你找到一个就只给一个啊 当然如果说你想找到很多个 就说只要所有的匹配条件的都给我找出来 那就不能是找到一个 而是找到饭的 就是地点是北京的我们看一下 找到一个是一个啊 找到那么条件的话就是所有的地点是北京的 马哥 张庭 我 这都是地点 都是北京的 OK这个搞定 继续看继续测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多条件 多条件呢有暗的关系和澳的关系 你看这既既是要年龄大于34 又要地点是北京 你你用逗号风格 默认就是暗的关系 好看啊 你这个直接给多个条件 那默认就是暗的关系 那就是要收 都是在北京 而且年纪大于34的 看一下这几个都是大于34岁 然后呢地点都是北京 好默认是暗的关系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 如果说你要玩澳的关系呢 你要玩澳的关系 你看前面你要用一个澳 这是一个字典哦 用一个东南澳 然后后面呢做一个列表 然后列表里面呢就是两个两个条件 一个是age的条件 一个是location的条件 那这个确实感觉比那个要复杂 比那个circle的过滤要感觉要复杂一些 然后后面一个列表两条件 二的关系既是上海 也没问题 然后呢也要大于34这两个条件 就是单独你只要是匹配上海的就OK 只要你单独匹配34的就OK 那这个时候 应该多了一个上海的 这是all的关系 OK 下面继续看 依然到了正序和倒序 又来正序和倒序 比如说你依然是all的关系 大于34岁 然后地点是上海 这是all的关系啊 然后下面你可以来一个通过连接来做 这是正序吧 这应该是倒序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看看上面的啊 第一个是 连接打印 第一个是正序 正序 第二个 我看看啊 这应该是倒序 这只是这几个连接都差不多 所以都看不太出来 你看这些 这是39最大的 然后这是倒序 这是正序 这是倒序 你查一下这应该是正序 这是倒序 OK 然后我看看这个用1行不行 你用1也没问题 这是正序 用1和-1我还容易理解一些 -1就是倒的 1就是正的啊 再这样容易理解一下 那个单词反而不容易接得住 OK这是正序倒序 基本上过滤咱们的学的差不多了啊 过滤咱们学完了之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更新数据 update 看一下 比如说 那我首先更新吧 就是说你要更新哪一条 前面是条件 啊 名字等于 cdk的 然后呢 我们就要给他 你看update 然后呢我们就要去设置 他的名字等于秦柯 就是把这个 cdk改成秦柯 这是一个update的数据 这只更新一条 更新一条 请注意这个只是更新一条 那这个时候你看现在已经变成秦柯了 OK这是更新数据 一条只更新一个匹配的第一个 如果说你要更新很多个 如果说你要更新很多个 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是你的北京 然后把北京全部换成这个 OK好 这个操作其实跟刚才是一样的 这种操作其实只能更新一个 如果说你要更新很多个 这个跟这个跟他是一样的 你就要来一个 多个是真的 也就是说呢 把所有的北京都改成bj 对 看下效果 这个后面只要来一期这个就是表示 多重更新 就是只要满足所有条件的我全部都更新 看一下是不是全部都变成了bj 这是我 这是我 这也是bjok 这是bjok 没问题 他也变成了bjok 这样的话就是多重更新 就是只要所有满足条件的全部 会不会被更新 好下面呢我觉得这更新咱们也讲了 后面呢就咱们开始删 这个就基本上所有满足这个条件的都应该会被删掉 location是北京逼高的我们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都能删掉 没了 没了 啊 这个只有这个上海的没有被删 其余都被删了 OK好如果全部删掉 刚才我们也一直演示过了 把这个表里面的所有数据被删掉 好基本上这就没有了 我觉得我这个测试把基本上把把这个我就是为什么会一直多 我觉得能够平时咱们用得上的东西 包含解而精致啊 写时间呢 过滤啊 时间过滤啊 正序啊 倒序啊 插一条插多条 更新一条更新多条 找到一条找到多条 然后删 删数据 全部删掉 我感觉吧咱们平时能够用得到的东西 咱们这次都应该给大家测试到了 这个代码呢在马云上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找 就在这个homework这个目录下面 就在那个Python经典协议2019的版本 在这个homework下面 就能找到 OK 这个了解了之后 顺便再看一下 这是我昨天玩做的一个 通过芒果利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就做了一个 提取接口名字 接口速率 自结束 进出自结束 然后还有这个IP粒子 CPU利用率 CPU使用 CPU闲置和记录时间 基本上这是前期我们学的所有的重要的 关于录录器的状态的信息 全部都给它记录下来 然后呢 直接往这个数据库里面去写 我们先看看效果 后续我会布置这个作业 当然这个作业难度会比较大 直接往里面去写 我先把它多写几次 这是直接往这是直接往里面去写 我给大家来多写几次 这是执行一次写一次 这个采集稍微要画耳之间 好 采集完了之后呢 他就会把他的采集的数据 就这么个字典 其实相当于这个字典就已经写进去了 看一下啊 这是IP粒子 这是闲置的内存 这是使用的内存 这是记录的时间 然后接口名字 我专门做了一个列表 然后呢 这CPU利用率 这是唯一ID 然后呢 有三个接口 三个接口呢 入方向之节 初方向之节速率 入方向之节 初方向之节速率 入方向之节 初方向之节速率 都是由于芒果迪比的特点 就是件是可以随便指派 指派的 所以我就直接这么写 我多采集几次 这个数据库呢 就会越来越大 当然应该是周期性的去调度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练习一下这东西 好 然后呢 昨天呢我主要是想体现一下它的一个优点 那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可以 他写也比较容易 他读也比较容易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 设计了这么一个东西 你只要指定接口 和方向因为有出方向入方向 然后呢 最近多少分钟的数据 然后呢 我就能把这个接口 然后这个方向最近几分钟的这个速率给算出来 想想这个速率怎么算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速率怎么算 其实你主要看看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这是自结束 自结束 请注意 其实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些一照两照这些都是 Bit 都是Way Bit OK 所以说呢 你自结束呢 首先你要先乘一个8 对吧 乘一个8 才是Bit 这是一个点 需要注意的 然后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还是计算多少K 至少我现在是K为单位 因为我这个没有太多流量 所以我计算K 所以说呢 你需要去 除一千 才是K 是吧 好 然后呢 你要记住 你不 你不是不断的采集吗 你不是不断的采集吗 这是一次采集 那么下一次又一次采集 所以说呢 这个X0呢 应该是你的下一次采集 和上一次采集之间的增加的直结束 请注意 X0应该是你的下一次采集 和上一次采集之间增加的直结束 这是增加的直结束 是X0 然后乘以8 然后除以1000 然后还要除以X1 就是上一次采集和这一次采集之间所经历的秒数 因为就是K 这个BPS嘛 每秒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X1呢 是两次采集之间的增加的秒数 这个X0呢 是两次采集之间增加的直结束 你解 这是增加的直结束 这是增加的秒数 乘以8 然后再要除以1000 其实还要除以这个秒数 OK 这个Round呢 就是求 这个干嘛呢 就为辅典 求保留小数后面两位 就是保留小数点后面两位 就这么个作用 OK 当然这个的上面的算法呢 是比较麻烦的 后面呢我还是用作业的方法来慢慢给你们讲解一下 主要是昨天晚上我测了一下效果 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再采集一遍 出方向的数据比较小 我们应该来一个入方向的数据 最近一分钟 我多来几遍啊 一分钟内我多折腾你点东西 好应该说呢 这表示我一分钟之内呢 做了四次采集 有三次插值 对吧 四次采集三次插值 然后呢通过这个插值呢 计算的12k 17k 10k 这相应的就是 这一分钟之内 四次采集三次插值 三次插值 三次插值所计算出来的这个速率 OK 这种方法 这个算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 至少你的在数据处理上会比较容易一些 看好啊 这是相应的时间过滤 看到了吧 然后我只需要提取相应的键子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好MongoDB呢 当然这个就需要不断的通过作业来反复练了 我进去会出不少的关于这方面的作业 然后反复练习MongoDB 对于网络设备的操作和相应的一些计算 OK 其实今天呢重点这个简单看一下吧 我觉得重点还是要把这个test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都应该测试一下 然后今天呢我的作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前几天的那些基于circlelight所 出的一些作业 然后 你们应该把它改到这个 我出一个PCQ的 然后出一个MongoDB的 然后呢你们来做练习一下 OK 咱们今天的这个进化论 那么当然也是为了我的强伙伴和VIP做的一个内部的课程 把这个数据库PCQ和MongoDB讲完一遍 OK本周就到这儿 咱们下去继续讲进化论 到嘛 到哪裤子 有点